秋風 那台也太可愛了吧 蛤?那個 哈哈哈 對啊很小一台 嗨 好 嗯 對 中間有 還有慢發 對對對 那其實 這開關應該很熟 差不多 這邊啊 它退掉了 喔喔喔 其中開關變到這邊 然後帶出去我開關 這裡退掉 再來這個USD的頭 OK 比較不一樣跟儀表板 嗯 它的邏輯可能跟原本的不一樣 我們右邊啊 我們一般儀表板是右邊這個M跟S鍵 對 都是這個右邊這個鍵做切換 有些儀表板是S鍵可以切換 有的是可以S鍵切換下來 它全部都要用M鍵去切換 所以它進入選單或什麼 全部都是用右邊這裡 調整完之後它是不是就一直閃 就閃到它停就好 它自己會停 剩下來應該就大同小異 好的 這個都跟慢發 都一樣 嗯嗯嗯 那掛鉤 這個 踏板 跟原本的DRG 都是一樣 OK 就是這個 好 OK 嗯 那車廂有一點點 一點點不一樣 喔 可能大一點 喔 對對對大一點 就是寬啦 寬 因為它把電瓶切換 對 電瓶改到跟慢發一樣的位置 嗯 所以它後面這邊不用裝電 那原則上就是這樣看其他的 嗯 沒 應該還好 嘿嘿嘿 它多的一個東西 就公司他們有說多一個那個 可變晶器 嗯 那大概6000 5000轉6000轉這邊 它會全開 你低於5000轉6000轉 這邊它是比起來的 油耗啦 不會好一點 然後引擎的話 震動啦 做一些調整 所以如果你兩台車都有 因為這台車震動 小一點 嗯 還有其他問題 喔應該沒有 看一下 OK 好 這個就都幫你裝起來 好 好 好 等一下那個汽油一樣 9295都可以 好 OKOK 這引擎安靜 震動小 對啊對啊 到慢發震動 已經沒有像那個 低帶DRG這麼誇張 嗯 到這個的話 我們自己拿到車 發它去低一下 轉用的時候 我覺得 整個震動 小輕微很多 嗯 對啊對啊 蠻不錯的 它那個新車一樣 380 喔好好 OKOK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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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來我來試一下 順便紀錄一下 呵呵呵呵 好 techniques 好 好 是 好 好 好 小 嗯 嗯 OK OK 好 謝謝 拜拜 我買了一台二代DRG 先前在發表會、試乘會上 就被它嶄新的外型、性能與機能的改善強化給吸引 沒有由於太久就去訂車了 拿到這台車的一兩個月間 我就用它來做市區的短程代步 慢慢續滿第一次換機油的300公里 期間的體驗也都相當滿意 接著我就想帶它去遠一點的地方 來到了10月 和去年雙十節一起環島的朋友們 也約好了今年再來一趟切地瓜之旅 而這也是我和新DRG的第一趟長途旅行 雙十節當天清晨 我就鞋著這台DRG 準備去和一起切地瓜的夥伴會合 他們先前往宜蘭的一間魚丸米粉吃早餐 而在見到他們之前 我會先有一段從容的獨棄時光 以三陽三台158cc的車款來說 我最喜歡的就是DRG 一代的七級DRG 它不只陪我度過一段通勤時光 換上紅色殼後 更和我一起悠悠於古風蔓延的金門 外型上動力上我都非常滿意 不過當MMB出現之後 它用幻彩般的鈴片包裹 內在樸實大氣的機能性 在各層面上的確是更實用的一台速克達 今年的三陽環島活動 一趟12天的長途旅行 把車廂塞得滿滿依舊從容 而當這台新DRG出現 全新的設計令人眼睛一亮的外觀 並在各方面優化後 它作為一台速克達的實用性 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如果要先講結論 在這趟旅途中 無論在動力、長途犧牲體驗 在運行力能力、在各面向上都滿足了我的需求 首先是外觀 以東方龍的意象 用空力的科技感 拉出有速度的線條層次 在四個顏色中 首先是白色吸引到我的目光 但看久了之後 墨綠色的低調、陳前與優雅 和充滿張力的線條 達成動與靜的平衡 反而讓它成為我的首選 雖然它只是一台158cc的速克達 三陽在研發時 除了外觀的考量 這些流線的設計 以及車頭的小定封液 都是透過小風洞實驗室測試 能有效導引氣流提升性能 也許有人會覺得 在小車上這樣做 是多此一舉的無味 但我想 這就是一種追求極致的匠心 這對小翅膀 是我非常喜歡的設計 在騎乘中視線的下方余光 就能看見它在前方 為自己展開空氣的障壁 駕駛視野在俐落的裸把前 讓車頭的造型簡潔洗臉 立表板使用黑底橘色線條 轉速攀升時 就能看見層層地徑的龍脊翻騰 車子的後半一樣 是採用俐落的懸浮車尾 回燈做了全新的設計 就像龍牙間的烈焰突襲 稍著過後 心火四散 整體的外觀設計 加上這個如倉如換的墨濾 它就是那台 會讓我停好車後 還想回頭多看它幾眼的車 走過深南路 經過石定牌樓 繼續沿著106以往東 在石定街區的小橋上 沉間的溪水草草 讓我想停下腳步 且聽早鐘之徑 離開街區繼續往上 這裡的車廂不多 可以相對心無掛礙的兜風 DRG和一代相比 轉動油門的第一瞬間 不會有太過神經質的反應 但是整體的加速曲線 平順卻更有效率 這是得益於Hyper SVIS 全域可變進氣系統 讓低速與高速時 有不同的進氣模式 低速時較省油 但還是能兼顧扭力 高速時性能最佳化 我是覺得如果這裡 像ADXTG的Hyper VVS一樣 能亮的指示燈 在心理上應該會更有滿足感 在這樣的小山路上 本身車身就相當輕巧 加上以白牌蘇克達來說 不俗的動力 機起來還是相當開心的 哇嗚 來到106儀的最高點處 太陽光從雲細間射出 重山暗影在後 綠色的DRG 在雲和山中和諧存在 106儀再繼續往下 經過神像伶俐的路段後不久 就會來到茶園區 而這裡也有一處值得停留的風景 調往蜿蜒的北宜高速公路 在這時陽光灑在車身上 就像鍍金般閃耀 來到這裡 就離瓶林不遠了 快速通過瓶林的世界後 轉上北宜公路 往宜蘭投城方向前進 脫離106儀的小灣 北宜公路後段 能夠更加暢快的行駛 在這裡 DRG就是擁有於山間的蒼龍 在幾十分鐘後 藍陽平原在眼前展開 從台酒線下到平地後 繼續往來一小段 轉往原山鄉 再加一碗米粉 和這次撞走的夥伴們會合 我先當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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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買餐還是可以買 你剛才那個背帶 沿著台七線往溪 我們移著溪水往山中前進 這段藍陽溪谷邊的道路 高速的直線段居多 同行的朋友們大多是紅牌重機 他們沒有騎得非常快 在這個情形下 以DRG的動力 要一起行動 還不會算太辛苦 綿長的道路 從左岸到右岸 縱然是燒著油料 高速前進的機動車輛 在廣袋的天地間 一樣如皮膚般微小 寬闊的膝床 遠方的雲 是這趟旅程盛大的序幕 過橋再度回到左岸 就代表即將往南山部落爬升 在抵達南山之前 約1200公尺海拔的高度下 田野就在山中綿延埔上 以這裡的高度來說 成為空中的高麗菜田也不為故 不過在層層跌跌的山間 卻成了位於高處的低谷 從宜蘭一路深入台七甲線到南山 就是第一段視覺變化的享受 好 他每次都在家 他們今天好像也是跑巫靈 經常都是跑巫靈 呵呵呵 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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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跑不去啦 - 休息一下吧 - 現在下一個就離山了 - 午餐在離山嗎? - 離山就是一個小時多 - 好 OK OK - 在南山這裡稍微休息過後 我們繼續踏上旅途 下一站會在離山加油站 在這之間按照今天的天氣 可能會是有極度反差的兩段路 從南山部落繼續走七甲 到宜蘭與台中交界的四元亞口間 武器瀰漫 隨著我們不斷前進 武器只有更加濃厚 能見度越來越差 在這樣的狀況下 只能保持穩定的速度謹慎前行 四元亞口是山谷間的低地 也是東北風吹浮的近處 而這只要一過了這裡 剛才獅門的空氣 無盡的灰白 完全消失在眼前 取而代之的是清爽的藍天 石有陽光 大地回暖 好 武林農場環山部落 在經過這兩個地方之後 七甲也準備進入到終點 一陣子的藍天 繞過圓環 映入眼前的是 李山加油站 好 等待夥伴都到齊 我們再往前騎一點點 就到了黎山的世界 穿過雲霧陽光 走了好長一段路後 大家都以機場陸路 就在這裡好好休息 享用午餐 一倒就進去了 再會啦 很會 到了這裡 會是一個分頭行動的節點 有些夥伴想從福壽山這裡 走頭八九 例行產業道路 繞過武林 直接到台14甲上 而另外一半 則有還沒去過武林的夥伴 所以這裡 大家就兵分兩路 DRG的首趟長途 我是比較想去嘗試看看 它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表現 所以我選擇前往武林 例行也許就等到未來 騎著更適合的車款時 再去探訪 由黎山到大禹林這段台八線 也許是受到先前 地震及大禹的影響 路況不算太好 以往修復過的路面 又出現了新的裂痕 雖然像是縱走 武林環島這些路線 我們都是走了一次又一次 但每次經過同樣的地方 地貌細微的變化 時空間的影響 在內心的映照 都是截然不同的人生風景 每次穿過和幻山隧道 就想準備前往另外一個界域 開啟一個新的篇章 我男朋友都把我丟掉了 請投給我 請看看 因為秦瑋把我一個人丟去和幻山 他一個人跑去走歷史 哪裡有夠男朋友 哈哈哈 在大禹嶺稍微整備過後 我們繼續踏上往武嶺的最後一段路 從大禹嶺往武嶺 會在短短10.4公里的路程間 從海拔2500公尺 攀升到海拔3200公尺 沿途有許多陡上的髮夾彎 而隨著海拔升高 空氣稀薄 來排的摩托車 也會開始感覺到動力的衰退 2021年中秋 我和高中朋友來這裡時 其中一位騎著125cc速克達 上坡真的有點寸步難行 催到底大概只有20多的時速 如果不小心在坡中停下來 可能還有點難以再騎 而DRG在這裡的表現 其實已經算相對從容了 根據不同的路段 時速大約在30-50不等 爬坡上仍然算有力 看著巫嶺方向的陰塵 反方向則是藍天及無盡的雲海 於是我就在一處路邊停下腳步 先記錄這晴天之下 藤雲駕駛的高山風景 再繼續往前 白霧如冠鎖住上方的天空 好可憐 菜喬雅叫我喊 你要脫腳 別吧 吵死了 菜喬雅叫我喊 怎麼回ook 間視了 這個灰塵1個體驗的教室 要不要去打一下 焦機拍一下 所以要看看 有嗎 有人在拍嗎 誰 哦 直接再看就對了 就這裡什麼景都沒有 剛剛路上景還比較好 對啊 你停下來那個地方就好 哦 真的 XX 怎樣 我要看你多惡劣 蛤 什麼意思 你看你的粉絲有多惡劣 我XX 看一下可以知道 看一下 一時到了就好 到底是誰也不知道 我有兩件 我現在吃了三件 比較好用 你還有多的嗎 沒有 全上了 還有一件紅薯衣 我裡面就這件 然後再加這個 等一下就涼了 不是 等一下涼了 等一下就暖了 哇 什麼都沒有 這是怎樣 這裡沒有帶一點地景 不知道那裡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有我 有 有 有 這樣子的話就不知道是哪裡 有有有有 散了散了散了 散了嗎 欸 說散就散 吹啊 吹 吹 欸 露出來了 無論是晴空還是雨霧 無嶺 無嶺 而騎車上來的我們 也依舊享受這個過程 你是很冷是不是 就是要放一下 OK 再次上車 再次上車 開始往西的下山之路 這時候我卻遇到一個問題 耳壓無法平衡 這似乎是我第一次遇到這個情況 兩隻耳朵內部有股力量往內擠壓 甚至還把下降力道越發明顯 以前都是會自然平衡 如果不行 只要多吞咽幾次口水 那個壓力就能被打通消失 但不知道是不是這幾天太過疲累 不能像以前自動平衡 或是透過吞口水平衡 耳膜越來越痛 能聽見的聲音也越來越小 原本相當清晰的耳機通訊 像是隔了好幾層阻礙 我當下其實相當緊張 一路下降到7-11物色門市 和走例行的夥伴們會合 我也同時上網查詢 找到吞口水以外的平衡方法 吸飽氣 捏住鼻子 把口腔裡的氣息往鼻腔擠 嘗試了一兩次後 終於得了要領 耳膜蹦一聲瞬間唱通 整個世界的聲音都回來了 這才裝備讓我鬆了口氣 哈哈哈哈 被他擋住就開心了 哈哈哈哈 被他擋住就開心了 在悟射門市休息過後 我們就要繼續往日月潭前進了 今天的路線和以往不太一樣 而是在泰斯斯半圖 直接轉進悟射水庫旁的頭疤山香道 這邊會經過五屆部落 不過我們只會路過不會停留 沿路的路況不佳 這是我第一次走這條路 探索陌生路徑的新鮮感 在這天的下半重新被點燃 現在是成為了 我們擁有走 隨便走 是近來的 我走在椅子裡 紅了 這裡也有危險 有一個人 儲了 任聖配 對面也沒有 這次離開了 凝聖配 路排不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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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有車那麼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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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都被擋掉了 要下去了 啊 喔 擋住了 而在夕陽消失之前 我們捕捉了天空 最後的橘紅光影 沿著山路下到平地 再由131線道往日月潭方向 我們經過一個不會有車經過的舊隧道 姑婆浴隧道 網絡西朗城市間前往易徑的入口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 我開個島 他們那條有封路了 是 沿著 沿著131到底接上台21 往日月潭的最後一段路 時尚 在用後 所以他在家裡 長門下爬 門下爬 就是 小鷹 封路 對 好像是有 我跟你 歡迎你 哇 喔 很讚喔 我們抽籤抽到五個 喔 抽籤是不是 你今天有霸妝可以 嘿嘿 喔喔喔 要出去吃嗎還是我們買外面 如果你很累 沒差可以去逛逛 到底要吃啥 要幹嘛 要吃桌菜嗎還是什麼 我們隨便亂買 是喔 沒有啊 冰沙喔 我可以喝你一口先看看味道嗎 我可以喝你一口先看看味道嗎 好 另外一個小米酒 有酸嗎 這個很好喝 我們每次都會喝 好像醋 對 有像有像有像 我們的切地瓜旅途完成了一半 騎了一整天 完全是到民宿鬆懈下來 疲倦感才開始湧現 我想是因為沿途的風景多變 目不暇己 讓人忘了疲累 我想是因為 騎著一台喜歡的車 和一群喜歡的人 用我們最熱愛的方式 一起通行在我們的歸屬之地 好 嗨大家歡迎來到片尾閒聊時間 去年雙十節我們一樣 一起去環島 沒想到今年又約了一團 改成切地瓜 大概有80%的成員是一樣的 所以感覺還不錯 不知道明年雙十節會不會去哪裡 所以有點期待 那我這趟呢 騎著DRG切地瓜 其實雖然騎檔車好玩 但是長途旅行呢 偶爾換成速克達的體驗 其實也很不錯 就像三兩環島活動 我騎著M&B 那樣慢慢逛慢慢走 那個步調真的很悠哉 而且騎速克達的感覺 就是心情上 比較適合 會想要停下來 就是真正意義上的那種想停就停 那騎檔車反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個跨過去的動作 就不是很想停下來 感覺停下來是一件需要花力氣的事情 那以縱走來說呢 我們在縱貫的時間嘛 就是從南到北 只有安排兩天而已 所以呢 其實也是差不多啦 因為一般情況下呢 兩天南下兩天北上 畢竟下也不能請太多啊 那只是說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我會想 我會有點想安排 縱走路上停久一點 就有點像我上次慢慢環島那種感覺 也許明年吧 找個空檔 可以來這樣安排 那這個縱走呢 還有下半段 和我之前切地瓜的經驗呢 有點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有點難三眼兩語帶過 就請大家 期待縱走的下集啦 好那在最後呢 今天是DRG的影片嘛 剛好三陽這個禮拜公開了 他們用DRG進行的一項挑戰 在美國有個叫做炎湖城的地方 有很多想要挑戰極限的車款會在那裡進行 那蘇格達的極速紀錄是時速200 賽亞想在70週年的時刻做一些更進一步的挑戰 所以就開始了這段遠征 欸記得之前ADXTG的與惠是跨界嘛 他們除了車子本身 公司自己也很跨界 這個影片拍得很厲害 就像電影預告片一樣 真的是只能說質感滿分啊 那看到影片中的那台車和自己DRG 其實西出同源就會有這種 嗯...魚有熔煙的感覺吧 所以在今天閒聊的最後呢 就跟大家分享他們進行的這場 炎湖城直線加速挑戰賽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今天是山陽的70週年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挑戰這件事情 我們可能可以做一件事情是沒有人做過 而且是很有挑戰心的 所以我們在想說要去美國的炎湖城 來去做一趟算是速度的追求之旅吧 是覺得有點瘋狂 塑膠車車身然後要掛一個非常強大的動力 這車身的強度啊 是不是足夠支撐它的安全性 一開始看到空的車架跟引擎還沒合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這好像還蠻異想天開的 但它真的達成 這應該沒有人這樣幹的 我們是用DRG的車型搭配TL的引擎動力 因為我們是更換引擎 然後車架也需要強化 我們在車台跟引擎的匹配 還有傳動輪胎懸吊的一些匹配 都需要更下足功夫 去做一些精進改善 反正一切都是未知數 所以我們就是想要打破這個紀錄 才有價值 對啊 年輕人熱血真的會感動我們 只要有一點的可能性 我們就應該去嘗試 不要覺得好像台灣的車子不能走出國外 不能跟國際的車廠做一個對比 從一開始的懷疑跟反對 那一直到現在也做出一個成果 其實就像散陽照射一樣 其實極速加速性是其次 做一個好的車耐用的車 讓每個客戶都可以安全地回家 非常感謝MIT Pro全部參與的夥伴 台灣不管是機車零配件 或是機車工業 其實在世界上都是首須一指 那也希望透過這一次的挑戰 可以好好驗證 可以讓世界看見台灣 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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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真的太長 我們也沒有想到說 全油門的時間會這麼久 所以我們為了要渡過那個漠渠 那哪知道這水會沸殘啊 所以我們後來花了很多時間 把車子的溫度給控制住這件事情 我們幾乎要讓車子回來一趟 我們就要趕快做降落 我們這邊除了高海拔以外 還有一個很大部分就是 這邊的鹽巴 後來發現時速可能到 一百五、一百六以上的時候 那個鹽巴是會 奔著氣流在車身的周圍亂竄 這樣測試下來之後 速度越來越低 我們就趕快回去旅館 引擎也就先拆開檢查一下 發現說狀態真的不是很好 為了掙取時間 直接把被用引擎換上去 好 我覺得這是我們讓世界看到台灣的第一個篇章 我希望這個故事我們可以一起寫下去 這不會是最後一次 因為我們現在是有紀錄的 但現在私請網友提出 我可以拍手 讓大家擺出 我只是在電視線上 就已經在大了 起來了 他是一個小胆 嗎? 因為他也有出現